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周五奔跑吧终于回归了 阔别了快一年的兄弟团 大家是不是思念逆流成河了呢 第一期超队长依旧是万人怼的中心 见人你要干嘛 天下那么多武功你非练剑 我跟你说我的剑上有红 有红 邓超有多少句话是真话 邓超是不是神经病 英语是非常重要的 英语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的姐姐都笑了 所以你们要对于外国人要交流的话 可以来找我 我就问一下 这怎么说 哈哈哈哈哈哈 this is a choice this is a choice 哈哈哈哈 this is a choice yeah this is a shut up 这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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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新的 但是还是有点阴影 真的 哈哈哈哈 小刘你手拿走 很危险真的 我帮你固定了 真的真的 小河好man 小河太man了 小河 小刘 小河 你把这个给我帮你了 没事 你把脸挡一下 小刘 真没事 你把脸挡一下 小河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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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小刘 小刘 小河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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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不跟你指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远了 哈哈哈哈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突然间觉得男人颜面尽赛 快点 快呀 我杀了你 有完没完 安静一下 我希望 在气球爆炸的那一刻 不要收住自己的嗓音 让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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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老婆是最大的 老婆义务找不到 老婆不是小刘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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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陆寒这个狂妄的笑声 嗯 还是那熟悉的兄弟爱 超哥简直是承包了本期的笑点 而兄弟团的新成员迪丽热巴 则承包了本集的猛点 热巴太美 太可爱了 我老是习惯性的自言自语 你对着镜头的自己跟自己说话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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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啊 我又带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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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啊 啊 晚上睡觉放床辟突然想起来下个半醒 啊 大红红 二哥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我带这个花好看吗 大哥二哥不会随时在你身边的 在江湖上有很多的坏人 一定要知道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送给那个 送给那个 要忙 怎么还要忙 他说自己会忙吗 好几个 这兄妹情太好了 还想知道陆寒热八 后续如何抵抗其他兄弟 那就快戳整篇吧 本期高能少年团 少年们开启了人生十二课的第三课 体育课 下雨带队战斗力爆表的腊肉队 踢管少年团 阳光 沙滩 美少年 老师我好想每天都上体育课 无热血 无少年 耶 张一山与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哥哥相认 两人针锋相对 现场十分惨烈 太快了你哥 海上骑自行车大赛 王俊凯身轻如燕却悲惨失身 张一山壮志雄心却倒霉掉链子 第一个挑战成功的人竟然是他 更有精彩的水上蝶浮板比赛 王俊凯屡次袭击队友 刘浩然被踹脸生无可恋 张一山遭王俊凯浮板袭击 被打的是眼冒惊心 最后少年团能否打败腊肉队取得胜利呢 快去看整篇吧 上周六天生是由我俄罗斯女团白银组合 强势来袭 由我少女强压之下燃起斗志 还有十五个小时你们就要对抗了 我真的抢这个 不要看 太美了 太美了 好漂亮 我好喜欢他 我好喜欢他 给我感觉是特别青春活力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 我们的三人舞难度系数确实比他们要高多了 为迎战白银组合 少女们开始了竞争残酷的五人唱跳选拔 挑战高难度金舞门 罗志强现场演示椅子舞 竟闪到老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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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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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争夺五人唱跳名额 少女们斗志斗勇 PK夺位 马蜀君为冰雪武力全开 再次对决 争夺唯一的一号位 究竟谁能代表团队出战呢 观看本期天生是由我整篇就知道了 二号位 第一位 谁选择 这里呢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分明 We wanna know 谁是冠军 You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 We are the world 本期熟悉的味道感恩人是处女作导演苏友鹏 可是聊老友林心如聊得好好的 怎么气氛就尴尬了起来 说好事都在了 不是因为我们节目组本来是跟你们是商量好的 我们说我们去每一个地方 附地重游 附地重游一下 把每一个的场景还原出来 让我们感受当时就是跟电影上对上 他就是很遗憾 没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下 吃着这个套餐 对 不之前说好了是要还原成一样的 有联系外联了 但是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 所以来不及完全一模一样 这出戏是必须要要的对吗 这出戏是必须要要的对吗 这在这要拍的 咱们今天要拍的内容 如果不要这一拍我们够不够 不够 我一直以为能还原呢 说好要还原呢 那确实来不及啊 那也早跟人家说呀 这主要是也得保证今天拍摄 没有后面你也没睡觉了嘛 嗯 不愧是追求完美的处女座 难道苏友朋友生气发飙了 想知道后续的感恩计划怎么发展 那就快去观看完整版吧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